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 你会想到是哪里呢? 撒哈拉沙漠 位于非洲大陆北部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西起大西洋沿岸 向东经过埃及到达红海之滨 长5600千米 南北宽2000千米 总面积约920万平方千米 平均海拔300余米 是热带沙漠气候 也是世界上最炎热干燥的地区之一 每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 有的地区有时一年之内低雨不降 夏季非常的炎热可想而知 曾出现过高达58度的极端最高纪录 该地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在阿拉伯语里 撒哈拉是空虚无物或是沙漠的意思 这里的动物与植物都很稀少 地表水源也十分缺乏 回到5000年以前 这里还是草原和沼泽地带 年降水量300毫米以上 这个时期被称为潮湿期 它持续了4万年之久 造成大量积水沉睡在地下 之后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 在欧亚大陆吹来干燥的东北风的影响下 逐渐演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撒哈拉沙漠的地理特点主要包括广袤的沙丘 岩石和干旱的气候 在上一个冰河时期 撒哈拉还不是一个沙漠 气候类似于东非 在沙漠地带发现了大约有3万幅古代的岩画 其中有一半左右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恩阿吉尔高原 描绘的都是河流中的动物如鳄鱼等 同时也发现过恐龙的化石 但撒哈拉自从公元前3000年起 除了尼罗河谷和分散在沙漠中的绿洲附近 已经几乎没有大面积的植物被存在了 尽管地理环境如此干旱炎热 撒哈拉沙漠却还是拥有一些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沙漠中生活着一些适应的极端环境的植物和动物 如肥沃的绿洲地区 你可以找到沙漠玫瑰 棕榈树 各种仙人掌和其他植被 动物方面沙漠狐狸 骆驼 蜥蜴 眼镜蛇等物种也都能在这里生存着 撒哈拉沙漠对于附近的社区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些古老的城市 如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和突尼斯的突尼斯 建立在沙漠的边缘 它们是世界历史和文化的瑰宝 撒哈拉沙漠还是贸易的古老交汇点 古代的商人和旅行者穿越这片沙漠 传统上也都是通过骆驼队 但这些行动缓慢 行走在沙漠上的艰苦和危险 需要冒着迷路 过度炎热的天气 还有那窒息人的沙尘暴 以及饿死和渴死等危险 再加上还有可能遭遇到打劫等问题 尽管有这么多危险与困难 但沿着连接绿洲的商队路线的撒哈拉沙漠贸易 从很早时期起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甚至还将商品和文化传播到不同的地区去 尽管如此 撒哈拉沙漠也还是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 如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 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沙漠的扩展 以威胁着当地社区的生计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采取措施来保护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 包括通过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和水资源管理来对抗沙漠化 总的来说 撒哈拉沙漠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挑战的地方 它以其壮观的景观 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生态多样性而闻名于世 尽管它是一个很严峻的环境 但它仍然吸引着很多探险家 科学家和喜欢探索的旅行者到此处 因为它代表着大自然的神秘和人类对秘境的勇敢面对 是一个不一样的旅游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去体验一次不一样的沙漠之旅 请记得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和了解当天气候等等 并寻找当地的向导带领最为妥当与安全 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与故事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同时也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这样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了 还有哦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的通知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更新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